新一变小成柯南后究竟过了多少天 为什么柯南迟迟不上二年级 我很好奇 在我重新翻了柯南总共1075画漫画后 我决于今天跟大家好好掰执掰执这个话题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部主油游柯科 之前在73分钟看完柯南20年的视频里跟大家说过 柯南世界的时间概念一直是相对时间 比方说50年前 17年前 柯南这种经典 去年是2020年 今年是2021年 明年则会变成2022年 新一变小成柯南之前的50年说完了 柯南新一变小成柯南之后 我们能不能同样找到一些相对时间的节点 比方说 新一变小成柯南两个月后 啊 学历 工业质保 去工人家调查这样的时间点呢 长不讲逻辑 短不讲故事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 我们需要明确第一个问题 如果有绝对时间 工的新一变小成江湖川柯南是哪一天 比起年份 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知道 是几月几日 这样才方便只有相对时间的计算 这样在柯南漫画第一画 平成年代福尔摩斯中 告诉了我们这个答案 在第一画中能看到 工的新一上新闻的报纸上 左上条写着 平成6年1月10差日 平成6年是1994年 就可以锁定 工的新一变小成柯南是1994年1月10几号 那具体是几号呢 在经典剧场版《飞色子弹》上映前 推特上有个叫Live.News的博主 公布的日期是 1994年1月13日 这天是个星期四 我去看了一下 这个博主的粉丝数是1373037人 这个消息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但如果工程新一变小成柯南是星期四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bug 等于新一的小兰是翘课去多罗比加游乐园玩的 这显然不太合理 而在2002年以前 日本高中都是实行一周单休止 前一天上课 后一天去玩 也就是周六要上学 周日放假 这么说的话 新一变小成柯南那一天 一定是一个星期天 于是乎 我去翻了一下1994年的日历 在1月10几号这个日期段 只有一个周日 那就是1月16日 也就是说 如果按照逻辑去推理 工程新一变小成香菇川柯南的日子 应该是1994年1月16日 好的 那下一个问题 新一变小成柯南后 究竟过了多久 可以说 在漫画连载初期 亲战老贼还是有一定时间概念的 1月16日 新一变小成柯南后 在漫画第六话 迷糊侦探变成名侦探中 柯南提到 自己身体缩小后 已经是第三天了 也就是说 这天是1月19日 而在之前几天 都发生了什么呢 在博社对话中 小蓝说道 昨天 新一又没有来学校 注意 这里有个幼子 所以 我们来理一下 1月15日 这天是个星期六 男主角贡德新一 在柯南中出登场 低单高中 正常上课 1月16日 这天是个星期天 新一变小成柯南后 住进了小蓝家里 1月17日 星期一 新一没有到低单高中上课 这天 是新一变小成柯南的第一天 1月18日 星期二 新一又没有到低单高中上课 小蓝找到阿丽博士家里来 试图去报警 这天是新一变小成柯南的第二天 1月19日 星期三 新一变小成柯南第三天 柯南到阿丽博士家里来 获得了道具 蝴蝶结变生气 回到阿丽占事务所后 解决了TV003集 偶像密室杀人事件 在漫画中 又三天后 也就是1月22日 新一变小成柯南第六天 这天 同样是新一失踪的第七天 小蓝想新一想哭了 说 新一才几天不见 我就担心的睡不着觉 这种漫画文集中也显 显示 新一已经失踪了一个礼拜了 与我们所列举的时间点相吻合 这一天 柯南使用蝴蝶结变生气 用新一的声音 首次跟小蓝打了电话 柯南心里想着 对不起 小蓝 现在只能够变生气跟你说话 我希望 等我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时 能有我真正的声音 对你坦白 可以说 新一表情柯南后的一周 时间点都没有任何问题 那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出bug了呢 漫画26到29话 对应TV007集 每月一件 礼物威胁事件 提到了事件发生的当天 18月3日 而在下一个事件 漫画30至32话 对应TV008集 美术馆老板杀人事件中 王小五郎解决事件后 登上了报纸 报纸上的日期 18月30 What 大家可以发现 第一集 新一变化成柯南 还是1月份的事 才短短7集 漫画30话的时间 看完漫画中的时间 就已经过了大半年 这显然不合常理 而柯南动画制作组 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在TV007集 每月一件 礼物威胁事件播出时 将8月3日 这个日期 改成了2月19日 也就是 新一变化成柯南 一个月后的时间 也是在这集中 小兰第一次 怀疑了柯南真实身份 一集两集 动画组还可以更改 问题是 越到后面 bug越多 动画组也就无力回天了 动画组表示 我该 比方说 漫画45到48话 对应TV043集 卡罗OK厅杀人事件 新一在这天 送了小兰圣诞礼物 是一副红手套 假设刚才到30话左右的时间 就已经到了8月份 那么到第45话的时候 千人老贼绝对时间 已经到1994年 12月25日的圣诞节了 紧接着 在漫画59至61话 变成了 樱花飞舞的春天 到了漫画87到91话 中间提到了明确的时间点 电视里的早间新闻 播报的今天 是11月19日 也就是说 新一变化成柯南 快两年啊 就离谱 一切的原因还是在于 千人刚昌 原本只打算 把名战柯南 做成一个 三个月的短片漫画 一不小心 连载了27年 在出现这么多 绝对时间上的bug后 秦山也就彻底 放飞了自我 漫画99到101话 对应TV零四七集 雪岸山庄 杀人世间 这话在下大曲 漫画122至124话 对应TV零七四集 三包开别墅 杀人世间 短短20话的时间 又跳回到了夏天 在新一变化成柯南 两年有以后 千人老贼 又在漫画131至138话 对应TV99至102集 走投无乐民侦探中 强调了 柯南还在上一年级 我敢 事情经营到这里 已经不能再较真了 因为后面 还有更离谱的事情 漫画144至146话 对应TV84至85集 当空歌星绑架事件 中间提到了一首歌的歌词 1996急奔而逝 1997急奔而来 漫画189至191话 对应TV140至141集 经济场无差别胁迫事件 根据法国世界杯的背景 提到了当天是1998年1月1日 漫画279至283话 对应TV241至243集 人于失踪记 中间提到的老太婆 是明治二年出生 今年130周岁 明治二年是1869年 今年130岁 所以今年是1999年 漫画284至286话 对应TV233至234集 木木乘风的秘密 大楼背景上有千几年商品收卖会的字样 所以是2000年 再到漫画344至346话 对应TV301至302集 疯狂足球迷 文标上写着 2001年诸如此类 实在是太多 直到TV926集 信长450事件 在这集中提到了 今年是2017年 对此 如果我们要给出一个合理解释 就是 柯南中 一年的时间流速 可能跟我们现实世界中的时间流速不一样 我们知道27年的时间长度 在他们呢 只是一年 所以才能在一年的时间里 过无数的牵截 投石卡奥运会和世界杯 好的 说回正题 在2016年 千人刚昌到新加坡 参加座谈会时 则回答到 新一变化成柯南后 目前只有半年 现场立即引起了 哄腾大笑 在漫画里 也印证了这一点 在漫画 822至824话 对应TV 825至826 工程新一 水族馆事件 想来回忆到 和新一到水族馆里游玩 过了还不到一年 如果我们按照青山的说法 我们把非主线案件都去掉 能否把主线案件的时间 压缩到半年 到一年的时间内呢 答案其实是 也不行 工程新一 变化成柯南 是1月份 根据重制的第一集 则明确的时间间谍 在新一 变化成柯南两个月后 黑衣组织派出了 工业之宝 两次调查了工程家里 其中第二次 发现了新一小学 实际的衣服都不见了 也就是 工业之宝 第二次调查工程家 是3月份 再到雪梨片 TV181至182集 黑暗中的死掉 提到年关将近 也就是农历12月底 TV190至192集 与黑衣组织的载会 日本下了出雪 就已经注定 雪梨片是冬天了 假生的年 日本的雪 下得早一些 那也是11月份的事了 再到贝尔摩德片 TV249至250集 神秘乘客 贝尔摩德 话说是新出医生上车 提到 当天具体日期是 2月23日 TV334至336集 与黑衣组织的接触 根据交易日期 12月9日5天后的凌晨 可以推断出 板仓卓实验当天 12月13日 光是贝尔摩德片 跨度就已经超过一年 按照绝对时间计算 其实到这里为止 就已经出现了 严重的bug了 再往下做 其实意义也不大了 或者说 新一变小成科难后 究竟过了多少天 这个议题本身 就是存在严重的逻辑bug 你根本无法通过 科难中出现的 所有绝对时间 推导出来 所以在这里 我将我所搜集到的 所有科难中 出现的绝对时间点 从漫画第一画 到第1075画里的 所有日期放出来 大家感兴趣的被截屏 为了完成这个 我几乎重新完整 科难为什么迟迟不上二年级 当你认定 青山所说的 新一变小成科难后 只过了半年 这就不成问题了 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小学有三学期制 也就是 一年级要上三个学期 分别是 4月到7月 9月到12月 1月到3月 之前有谣恩说 科难深入二年级 其实是TV636集 扩越时空的樱花之脸 科难深入 小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 也就是9到12月的学期 这是动画组原创增加的 在漫画中 并没有这一段 所以综上 新一变小成科难后 究竟过了多少天 两种说法 一种是 你按照科难中 所有出现过的绝对时间 去推演 得到的结论 应该跟科难 从1994年开始连载 一直到今天 过了多少天 是一样的 我写文稿今天 是2021年7月16日 从1994年1月16日 开始计算 你用过了1043天 另一种 就是采取作者 千人刚唱的说法 新一变小成科难后 时间超过半年 未到一年 是更靠谱的 那如果我们认定 新一变小成科难 在一年之内 就会有很多有趣的数据 比方说 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大板黑鸡 就告白失败了7次 同样 小兰一共怀疑了6次 科难是新一 平均不到一个半月 就要怀疑一次 科难有4次 主动想要小兰 承认自己 共产星一的身份 科难一共6次 变回共产星一 和小兰见面 换句话说 变小后 差不多也是一个半月的时间 科难就要恢复成 大人的身体 跟小兰见一次 不含卧底在内 黑一组织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死了7个得力干将 哦 请就 你好惩啊 以上 就是新一 表达成科难后 一共过了多少天 如果大家觉得 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长按点赞按钮 一键三连收藏我们的节目 祝点赞各位 一夜报复 在变小后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科难就6次 变回共产星一的身份 和小兰告白 并在清水寺 和小兰上演 世纪之文 正式确认情侣关系 可以说 新来是我们绝大多数人 从小看而大的 一对情侣 情侣关系 就连科难送小兰的 暖清手套 都是红色的 可以说 这是专属于新兰的 红色羁绊 在现实里 我们能否和自己的另一半 拥有新兰同款的 红色羁绊呢 7月30日 吉昂开售的 OPPO Reno6 PRO加 科难限定版手机 满足你这个心愿 一款能让你 脸红心跳的手机 只要你在手机上 与对方绑定了 东东传情 无论在地球上的 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敲击两下手机 手机后壳 就会立刻从银色 变为红色 对方都会马上 收到你的心意 变色前 手机是冷静沉稳的 银色子弹 象征着 柯难是贝尔摩德口中 摧毁黑色组织的 银色子弹 变色后 手机是浪漫 炙热的红色羁绊 代表着剧场版 即是引爆摩天楼中 小兰不愿意剪掉的 那根和新衣的红线 而在敲击手机两下 激活东东传情时 手机上同样会出现 樱花名牌的 《想见你》动画 RTV908至909 樱花般的回忆中 正是樱花名牌 让小新衣对小小兰 一见钟情 即使不绑定东东传情 你也可以再对手机说出 星际之八 一字幕一多字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后 手机也会自动变色 除此之外 还有一系列 柯难元素的主体产品 作为动漫中 出现最多的场景 值得珍藏的 做成毛利侦诞事务所的包装 怀而新衣送小兰手机时 一起送的 海参蓝经典挂件 即使小兰 已经换了好几次手机 但这个海参蓝挂件 也一直在小兰手机上 为什么这个挂件 是灰色而不是紫色的呢 我去问了OPPO 其实官方的 周边兼修标准中 它就是灰色的 这是尊重版权的体现 新兰侧影的定制耳机 更有我本人非常喜欢的 少年侦诞团定制卡针 完美复刻 侦探徽章的造型 胡迪杰变身器 样式的定制绕线器 转动命运之轮的 OPPO Watch 2 名正的柯南限定版 除了新兰 其他柯南中的主要角色 也有同步推出的配件哦 沉睡小五郎图案的充电器 APTX4869图案的OPPO手环 怪到记得的 OPPO VOOC 闪充移动电影 与OPPO INGO Free 2 真无线耳机 当你长时间握住 记得图案的无线耳机时 无线耳机外壳上 Pokepile图案 还会变成钻石哦 这里应用了 感温油墨的材料 真的是心意满满 这款OPPO Reno6 Pro OPPO加柯南限定版手机 是全球限量 非常稀缺 就连我手上的这台 也是借来的 还要还回去 喜欢的观众们 记得7月30日开售时 去抢哦 OPPO Reno6 Pro 加柯南限定版 哪里不抵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 长篇件逻辑 短篇件故事 我是UP主 游会游客 咱们下期再见